什么是数学思维 那些擅长数学的人思考方式有何不同呢 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 相信很多人都刷了过那些讲解数学思维的博主 但是主要内容好多都是讲些小学奥数题 今天我想从大家中学都学过的等笔数列求和说起 给出我对于什么是数学思维这个问题的回答 答案呢就是搞抽象 你将领略到一个简单的等式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本质 以及我们如何在不断的抽象过程中 把它拓展到各个你意想不到的领域 来跟我一起踏上这趟不断突破想象的思维之旅 注意看这是一串求和1加2加2的平方一直加到2的n次方 我们该怎么计算这串数字的求和呢 高中数学教了我们一个巧妙的小方法 我们把这个求和记作s然后将它乘以2 这样呢我们就有2s等于2加4加2的3次方 一直加到2的n加1次方 比较一下上下两个等式的右边 你发现了什么 没错 你会发现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所以此时我们可以用下面减去上面 消掉大量相同的像之后呢 最终就可以得到2s-s等于2的n加1次方减1 于是我们就轻松得到了这个求和的结果 我们可以用更加通用的代数公式来表示这件事 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串等比数列 从a开始每次呢不断乘以x 那么前n向的求和就是a加ax加ax平方 一直加到axn次方 我们将它减去自己乘以x 就会得到1-x乘以s等于a-axn-1次方 于是就会有等式s等于a乘以1-x分之1-x的n加1次方 这就是一般的等比数列求和公式 只要x不等于1它就是成立的 如果x的绝对值小于1 我们还可以令n趋向于无穷变成一个无穷求和 于是呢就会得到a加ax加ax平方无穷的加下去 等于1-x分之a 这就是第一层最简单的数学思维 从个例到另一个个例再进一步到普遍的结论 我们深刻分析了乘以2这个技巧背后的实质 也就是通过乘以公比创造良好的相消结构 从而成功的从特殊的2的指数求和 推广到一般的等比求和 这就是从一个特别的技巧到了一个更本质 且更通用的底层规律思维的提升 可能有高中数学很好的小伙伴不屑一顾 数学思维就这 那么注意看不要眨眼 思考这样一个可能会让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个求和理的a和公比x 有没有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数字呢 这个公式有没有可能还会有更深刻的含义 我们不妨先来想一想等比数列是怎么生成出来的 答案是我们从第一项开始不断对前一项进行一个乘以x的操作 并每次把操作的结果记录下来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串的等比数列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具体的乘以x的计算过程 而是这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重复一个操作 得到一系列元素的过程和结构 我们可以用字母p表示乘以x这样一个操作的过程 那么生成等比数列的过程就是从a开始 先乘一个x得到pa 再乘两次得到ppa 也就是p平方a 如此循环往复得到一系列的a pa 批方a p3a等等 然后加在一起 这就是等比数列的求和了 我们也可以把a提取出来 那么第一个a它是对a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用字母i表示不变操作 这样的话等比数列求和本质上就是把一个元素a 经过0次一次两次一直到无限次p的作用的结果全部加在一起 那怎么样表示原来等比数列求和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知道原来的结果等于1-x分之a 也就是a除以1-x 除以1-x本质上是乘以1-x的逆操作 而乘以1-x本质上就是减去自己乘以x 那保持自己是i作用于自己 而乘以x是被p作用 所以乘以1-x就可以写成被i-p整体作用 那么除以1-x就是被i-p这个作用的逆作用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1-x分之a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记号里 应该写成i-p这个逆作用作用于a 最终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等式 i加p加p平方一直加下去 整体作用于a 等于i-p这个作用的逆操作作用在a上 有一点绕啊 不要小看上面这段过程 你发现了吗 经过这一通操作 现在的等式已经完全剥离掉了 等比数列求和这个情境 而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关操作p的 通用一般的哲学层面的描述 我们把它叫做抽象等比求和 那我们能不能发挥一下想象力 让这里的p和a变成一些 其他完全不相关的含义和对象 而这个等式同样能给出有意义的结果呢 我们来试一试 比如说p可以定义成这样一个对二维向量的操作 它每次会把一个向量逆时针旋转45度 再把长度缩小根号2倍 在经过了这样的操作之后 平面上的每一个a会在作用之后像图中这样变化 变成pa 接下来我们从01这个向量a开始 验证一下抽象等比求和是否成立 我们先对它做一次p操作 得到缩小并旋转之后的向量pa 接着再做一次得到p平方a 以此类推直到作用的次数去向于无穷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的向量 值得一提 这些向量末端构成了一条美妙的曲线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基米德罗线 现在我们把这些向量首尾相接的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计算它们向量的加和 尽管有无穷多个向量 但你会发现它们的末端 螺旋的收敛到了一个确定的位置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抽象等比求和等式左边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验证等式的右边 i-p这个操作它在干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定义 它表示把一个向量减去它被p作用之后的结果 那注意这样一件事情 p作用于x是把x逆时针旋转45度 在缩小根号2倍 所以它和x一定刚好组成了一个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直角边 将它们向量作差之后 剩下的一条直角边就是x-px的结果 这个向量平移过来我们不难发现 x-px和x的关系 也一定刚好是一条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直角边 换言之 i-p作用于x 它的奥秘无非也就是把x先顺时针旋转45度 再缩小根号2倍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也就知道该怎么样表达i-p的逆作用于a的含义了 既然正向是先顺时针旋转45度 再缩小根号2倍 那么逆向就是全部反过来 先把一个向量放大根号2倍再逆时针旋转45度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让我们回到刚才首尾相连的画面 直接把初始的a按照等式右边的要求 先放大根号2倍再逆时针旋转45度 Amazing啊 你会发现它和刚才那个螺旋线的终点 竟然完美地重合在了同一个位置上 这意味着抽象等比求和 在我们全新的对p和a的阐释下 居然对于一个几何问题也是正确的 别急 更神奇的还在后面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可以反向使用这个抽象等式 得到e的x次方的泰勒展开 你又会做何感想呢 我们知道 e的x次方的一个定义 是积分等于自己 也就是e的x次方等于e的x次方的积分 而请注意啊 这里为了积分的结果为1 我们都忽略不定积分的常数项 也就是说令它为0 接下来我们把积分看成是一个操作P 那么上面这个式子就会变成 i减去积分这个操作 合在一起 作用于e的x次方这个函数 得到一个全0的函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操作像乘法 除法 求逆一样移到右边 得到e的x次方 应该等于不变操作减去积分操作 整体的逆操作作用于0 问题来了 怎么算右边这个奇奇怪怪的 i减去积分求逆的这个操作呢 还记得我们的抽象等比求和公式吗 我们从右到左反过来使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无穷展开这个i减去积分的逆 把它变成i作用于0 加上一个积分作用于0 加上两遍积分作用于0 加上三遍积分作用于0 如此类推 接下来我们逐项计算 首先第一个0 那就是0 把它丢掉 第二个 对0积分 对0做不定积分等于什么呢 答案是一个常数c 所以我们写成c 那做两遍积分 就是对c积分 那我们就会得到cx 再积分呢 就会得到2分之cx平方 以此类推 我们最终就会得到等式 e的x次方 等于c加cx加2分之cx平方 加加加这样加下去 最后再结合指数函数的要求 在x等于0的时候 函数值应该是1 我们就能得到c等于1 代入它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e的x次方的 泰勒展开 我们的抽象等比公式 如果把其中的操作p 看成是不定积分的之后 逆向使用它 居然还可以得到e的x次方的 泰勒展开 是不是很神奇呢 有关数学 著名的数学家 Henri Poncachy 也就是庞加莱 有一句经典的名言 数学无非就是给不同的事物 取同一个名字的艺术 无独有偶 在电影《奥本海默》中 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台词 波尔对年轻的奥本海默说 代数就像乐谱 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读懂 谱面上的记号 而是你能否听到符号背后的音乐 这些名言都不谋而合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所谓的数学思维 就是挖掘那些看似不同的事物背后 所共有的抽象本质 然后刻画和分析它 比如说在我们的例子里 无论是等笔数列的数值求和 还是阿基米德罗线上的向量叠加 又抑或是e的x次方的泰勒展开 尽管它们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数学对象 但是它们共享一个核心的本质 那么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 将同一个元素不断地重复某个操作P 然后加到一起得到一系列的求和 正是这种像锁链一样层层递进的结构 被所有不同的领域所共享 才会使得我们同一个抽象等笔公式 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 而这种结构也正是我们所谓数学符号背后的音乐 这个数学分支在数学中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算子代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曼氏 一名毕业于清华腰班的博士生 做这些视频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最好的数学知识和思维带给你 如果你感兴趣 千万记得关注 或者点赞支持 曼氏陈思路 学海引路不辛苦 我们下期再会